大家好,我正在北施食堂的门口 俗话说明以食为天 在过假期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好好考虑下自己的胃 那就不妨跟随我的脚步一起来探索一下复旦的食堂 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期最系列 谈起北施呢,我觉得大多数的同学都一定会推荐这一道北京烤鸭 这是我认为在复旦最豪华的一道菜 食堂的师傅一点一点骗出来的 也难想象的能够在一个大学的食堂中去品尝到 它的口感呢,跟全地的烤鸭我认为是差不多的 而且价格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大家有机会呢,一定要来北施来尝一尝这个北京烤鸭 最大的菜 这个是我觉得在复旦食堂中最大的一道菜 你看我把手放在这边 它这个碗就可以比得上我大概十个甚至十个全都还不止 当我们非常老味的时候呢,来到北施食堂点上这么大的一碗面 看起来就非常的少气任务 嗯,里面有很多的小料,包括像青菜,像干丝 然后还有像面条,以及还有像这个小酥肉 吃一口真的会感到非常非常满足 最具性价比的菜 复旦食堂里面它最具性价比的菜呢 我会选择但愿食堂的大众餐 那像我今天就点了一块红烧肉,一个鸡腿,一份油焖茄子和一份生菜 像这四份菜呢,都是但愿食堂里面最常见的常客 平常的话,我们有一些集市或者说想吃一些比较快的一些便餐呢 我们都会选择但愿食堂的大众餐 四个菜呢,加在一起也就一共才十一块八 性价比呢,是非常非常实惠 最好奇的菜 来到复旦呢,最好奇的呢,就是但愿餐厅的西餐厅 这里面会有非常多各类的各国的美食 那像今天我点的呢,就是一份越南的牛肉和粉 它这个整个装饰看上去就非常的漂亮 西餐厅里面还会有别的一些国家的美食 比如像新加坡的这个药膳牛骨茶和粉 包括像类眼牛排,还有像韩国的年糕 以及像一些港式的鲍鱼捞饭等等 都是西餐厅的一些特色 欢迎大家前来品尝 最治愈的菜 我觉得在南区食堂最能够治愈我的一道菜 就是它的小馄饨 以前每天下午跟同学打完乒乓球 或者打完排球之后来南区的操场上刷段 刷完蛋之后呢,整个人就昏昏沉沉的 比较不能够吃下一些硬质的东西 那这个时候来到南区食堂演一份小馄饨 吃上几口就觉得心里特别温暖 所以我觉得南区食堂这道菜呢 可以说是我认为的最能够治愈我的一道菜 菜蛋 北石美食加码 佳林学姐点了什么呢 点了稍大双拼 双拼的窗口呢 在北石的最右侧 我们认为呢 这是最可以无脑冲的美食 还有一道菜是最符合甜品味的 也是大家公认的北石最甜的食品 带一份紫薯沙 谢谢 紫薯沙 可代表来总结 准备截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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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